本实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演示从手机控制Clybo C6液晶屏绘制图形的实验。 图形界面很简单,由一个Clybo C6 Bluetooth的标题和由函数Inneract绘制的四个方向的红色方块组成。 在Loop函数中,先判断左按钮开关是否按下,如果按下,就再次调用Inneract函数重新绘图。 如果手机通过蓝牙向Clybo C6发送了指令,则蓝牙函数Available为真值,接着由Read函数接收蓝牙数据。 点亮嘴上的发光二极管后,由分支语句来判断手机发送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绘图操作。 如果蓝牙数据为大写字母U,认为是按下了手机蓝牙通信APP的向上箭头,则由液晶屏函数JawFast H-Line在北方的红色方块上画一条短线。 这样,红色方块增长一个像素,作为向上箭头操作的响应。 当然,我们需要在手机蓝牙通信APP上预先设置好四个方向箭头的键值,也就是按下这四个方向箭头,手机都通过蓝牙发送什么数据。 设置方法是在蓝牙通信APP的设置菜单中。 点击按键设置Key Configuration,分别点击上、下、左右。 在弹出的文本框中,分别设置成大写字母U,D,L,R。 当然,这些箭值也可以是其他值,只是在Klybo C6程序中的分支语句中进行相应的修改即可。 如果在手机上按下的是向下箭头, 手机通过蓝牙发送的是大写字母D。 于是Klybo C6判断出来后,在液晶屏的南方的红色方块下方画一条短线,作为向下箭头的响应。 同理,如果手机的左右箭头被按下,对应的在液晶屏上的西方东方的红色方块变长, 这些都在分支语句的另外两种情形中实现。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